怡丈夫在外搞曖昧 其縱火燒屋被燒烤送營 陽台架子燒焦黑地上鐵鍋 滿滿灰燼 神桌旁也被燒的發黑 難道佛也發火 給他安置一下 不要碰我 還活著還活著 不要碰我 哪裡弄槍 抓到這麼好 碰湯抓到 恰大霧 我已經警告你了 我已經警告你 這個家裡不要 我去把他毀掉 原來是 渡火中燒 他給我戴什麼自行 他自己其實有 看他有沒有臉 就不實在 怡然這家庭糾紛 就是因為相信女子 發現老公手機有曖昧簡訊 懷疑老公外語才決定 稍微 不要開開 開開 開開 被靠上手鋼強制送衣 但婦人硬氣 想得還是男人的心 很幸福 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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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